在基隆市议员同志委陪同下 罗姓民众充满感激的送来100份肉羹汤及烧卖 给卫部部基隆医院 因为他和孩子在4月19号及4月20号分别染疫 同时住进部立基隆医院 住院期间受到医护人员细心照顾治疗 让他感恩在心 康复出院后特别以基隆知名小吃 慰绕医护人员来表达心中的感谢 接线人员就是很热心的说 就是帮我派救护车 然后接我们来到暑机这边做治疗 对那在治疗期间就是很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 因为他们就是照三餐 帮我们送餐点 然后量体温量血压 然后随时可以用LINE做跟医护人员的联系 也有视讯的问诊 对啊然后还有大哥 他们每天都会固定进来清洁我们的垃圾什么的 就是很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付出 所以今天就是送上这个感恩餐 布里基隆医院院长林清风强调 治疗照顾病患是医护的天职 不过在确诊人数不断攀升下 目前医院医护人力已经很紧绷 感谢罗先生温暖的感恩餐带给医护人员很大的鼓励 疫情爆发前跟现在的比大概是增加了一倍 多了这个一倍的这个量能 所以我们的医护同仁相对会非常的吃紧 那所以在照顾上面 我们有一些变成我们有一些社区的医护的传染 那也有一些被狂烈的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是希望他们在家 能够好好的修养 让他们恢复正常又再回来上班 所以在这块里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医护同仁 也做好我们个人的防护安全 那这部分目前是还在这个吃紧的这个边缘 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尽量 能够让我们的医护能够恢复正常 同志委强调 医院医护人员是后疫情时代的最后一道防线 罗先生以感恩餐回报医护让他相当感动 也呼吁中央能协助医院做好轻重症分流 确保医疗量能有效维护国人健康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谢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 第一线不辞辛劳不眠不休的努力 让社会多一点温暖 除了鼓励他们 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轻症在家等待治疗 或者到检疫所重症才来医院 那希望减轻我们医疗的量能以外 也可以做好分流 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持续正常的运作 林清风院长表示 快塞阳性的民众 如果无症状或轻症 请尽量不要挤到医院急诊 以免造成医疗崩坏 也呼吁民众一定要戴好口罩 尽量避免群聚共餐 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能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台湾加油 医护加油 记者张气腾 金融报导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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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